基本都是一种软质的包裹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很多的内饰的风格 比如这种某丁的设计 很多都是在木马人身上能够看到的 大面积的软质包裹 内饰这种工艺绝对赶得上合资品牌 所以说自主品牌车型在内饰营造 包括内饰的设计上从来不会让你失望 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车身上的影子 但是这辆车集成在坦克300的车内 你并不觉得很难受 很舒服 看着很舒服 电动调节 包括说很硬派的扶手 AB柱上都有 真皮方向盘 换挡拨片 ACC自适应巡航 电子挡 非常坦克 非常战斗的一个电子的排挡杆 驾驶模式的一个选择 运动越野 雪地 高低速四驱 分时四驱 后插座所 前插座所 坦克掉头 ACC自适应巡航 全车的一个影像 一个停车辅助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电子手刹 主副驾驶的电动座椅 主副驾驶的座椅加热通风 主驾驶的座椅按摩 不得不佩服自主品牌给我们带来的这种 内饰的这种感受 这种范围 仅测GPS UV 2米6多的轴距 有人说了这台车开着好 用着好 后边坐着舒服不舒服 咱们坐到后排 跟大家聊聊空间 我们看到后排顶棚是有一个阶梯式的设计的 所以说头部空间你不用担心 后排的夜流灯有的 没问题 中央扶持有的 细部空间两全没有任何问题 后排出风口 两个快充口 所以说充电那块你不用担心 车内还是设计的比较丰富的 后排的座椅比较柔软 比较舒适 所以说它作为一个居家的SUV来使用的话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它还有大梁 而且它还有差速锁 而且它还有分十四区 而且它还能带你走一些 SUV走不了的路 所以说坦克300抓住了中国消费者的一个 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个需求 便宜 越野 是吧 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人 我不想花太多的钱 是吧 我花五十多万买一台木马人 我同样我花二十几万 我能够买一辆坦克300 也能满足我对越野的理解和需求 这个是坦克300最成功的地方 没有对比 没有伤害 坦克300作为一个自主品牌的车型 可能它在质量稳定性 它在后期的使用状态上没有那么好 但是厂家给了五年十五万公里的质保 这个又给了我们消费者一些自信 是吧 买这辆车的一些信心 坦克300是一辆好车 不管是从外观 内饰 舒适性 质量稳定性 驾驶感受 我觉得坦克300都不失为一台好车 如果说你有越野需求 是吧 恰好又在二十几万预算 上不上 下不下 不知道怎么去选的时候 可以去试一试 开一开坦克300 它已经非常火了 所以说我建议您去试驾 开一开 感受感受 对吧 当您买一台SUV 正在一个价格区间 举目不定的时候 正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举目不定的时候 关注一下坦克300 好吧 朋友们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的是坦克300 想了解更多的车型车甲 了解更多的汽车车事 关注大飞逃车 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提问私信 您的点赞转发 是我们最好的鼓励 谢谢大家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飞逃车记 给我们留言提问 我们会不定期的给大家集中的回复 好了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